2010年7月9日上午 两架科机停在了维也纳国际机场的跑道上 中情局官员比尔科伦在飞机悬梯旁 注视着十几个人从两架飞机中走出 然后面无表情地走向对面的飞机 面对这个在过去几十年上演过多次的场景 比尔科伦有些感慨 世道变了呀 苏联解体了 俄罗斯那边用来交换间谍的筹码都少了 连以前绝对不可能放出来的人都放出来了 但是比尔科伦在嘴上还是抱怨这次间谍交换的 他对对面的俄罗斯官员说 十个换四个 这下我们亏大了呀 对面的俄罗斯人听到了他的吐槽 扬声回答说 如果你们愿意把哈罗德尼克尔森拿出来 我们也可以出十个的 面对这个要求 科伦笑了 你咋不出发奥尔德里奇艾姆斯或者罗伯特汉森拿出来呢 哈罗德正在庭审呢 死心吧 他们都是非卖品 对于哈罗德詹姆斯尼克尔森来说 他一生问题的起点在于他的家庭 1949年 哈罗德的母亲玛丽爱上了空军中士哈罗德梅西克 经过倒追之后 玛丽于1950年生下了小哈罗德 但遗憾的是 所谓杜鹃是鸟也是花 渣男爱你也爱他 对于这一段陆水念缘 南方哈罗德根本就没有任何留恋 在小哈罗德出生时 在日本的他甚至都不知道 即使后来知道了也不愿意理 老渣男哈罗德唯一负责的举动 就是在1956年通过闪魂闪离 来让哈罗德有个名分 但也仅此而已了 1958年 哈罗德的母亲玛丽又爱上了 比自己小五岁的飞行员尼克尔森 而且拖架带口地嫁给了他 由于飞行员需要长年调动 哈罗德就这样跟着母亲和后爸 游走于美国各大军事基地 所以 对于小哈罗德来说 错付的他的童年 就是在一个又一个陌生地方之间来回温波 在冷战期间 由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不太融洽 所以 双方经常担心对方对自己发动投袭 在这种大蘑菇烟值长河乐日园的大背景下 两国会日常组织防河暴演习 在民间 这种活动被称为跑警报 每次警报声一响 社区居民和学校师生 就如脱缰的野狗一般冲下跑空洞 作为一个外乡人 小哈罗德既不熟悉地形也没有朋友 所以每次跑警告 他都会被关在外面 被苏联核弹精锂冰重 挨炸的次数多了 哈罗德逐渐有些郁郁了 郁郁后 他的变化有两个 第一 他开始努力锻炼身体 争取在核弹掉落之前跑进防空洞 第二 他的性格逐渐内向 最终变得像我一样 木讷那脸沉默寡言 经过多年苦练之后 上高中的哈罗德终于神功达成 尸体素质爆表 一口气跑五个防空洞不费劲 而性格内向导致的后果是 哈罗德在同龄人中严重的不合群 最明显的特征是 此时正是美国反对越战活动的高峰时期 哈罗德的校友们 通过大规模静坐来反对越战 而哈罗德则坚决反反战 因为他认为 无论是自己的亲爹还是后爹都是军人 我阿玛跟着肯尼迪说过关 我要是反战 那不是无辅无君弃国弃家吗 基于这种逻辑 在那个年代遍地反贼的美国校园里 哈罗德是罕见的极端爱国者 老美国正花旗的 属于那种听着美国国歌 都要远地立正的人 到了大四那年 就在根正苗兰的人才吸引了美国陆军的注意 苦云无处拉撞钉的美军 立刻发来了邀请 小伙子 别上学了 跟我们去越南拽享饮吧 别凭上一刀一枪 不得封金子 岂不美哉 对于使命的召唤 哈罗德当即应允 但是在配军之前 他还办了一件小事 1973年初的某一天 在同学的怂恿之下 沉默内敛的哈罗德 鼓起勇气搭讪了一个女孩 这个小美女叫做劳拉库博 虽然犬妇从未对哈罗德 有过任何帮助 但老哈罗德 确实给儿子留下了一项宝贵的财富 哈罗德长得比较好看 相貌上确实比较大快人心 同样是搭讪 有人搭讪靠铁 有人搭讪靠脸 仅仅过了三天 内向的哈罗德就向劳拉求婚了 望着哈罗德那副巧作天空的音容笑貌 劳拉当即同意 不仅同意嫁给他 而且决定中断协业 跟着参军的哈罗德 当随军家属 精神小伙 体质工作 文化较高 长相不错 同装联姻 相如以沫 随服从军 放弃上课 从任何角度讲 这都是一对人人羡慕的 美国主权率典范小夫妻 然后 这个故事就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结婚以后 哈罗德被派到了越南战场 以少尉的军衔指挥一支小队参战 在越南 哈罗德表现的异常应用 丝毫没有战友们的消极代工的情绪 带头冲锋打掩护 坚守阵地一步跑路 挖坑社服搞偷袭 搜捕越共爬大树 这样主动的模范战士 在越南并不多见 所以 仅仅三个月后 哈罗德就不出意外的负伤了 负伤后的哈罗德 被调到了冲城 远离了战场 在这里 他开始奉命钻研密码学 学习新的电子对抗设备 由于学习快 技术好 军衔很快被升为上位 眼看着一颗明日之星 就要冉冉升起 哈罗德的后院起火了 后院起火的原因是 妻子劳拉认为 哈罗德白天当军官 晚上夜校 回到家就是散步一个岛 名义上是忙工作 那会不会 他其实已经偷偷出柜了呢 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怀疑 哈罗德十分无语 我天天都回家睡觉 怎么可能出柜啊 而此时的劳拉也厌倦了 当全职军嫂的生活 想要回到学校 两口子打得不可开交 最终哈罗德决定妥协 他于1979年 退出了前途无量的军队 投身社会招聘的大潮 准备求职 在求职中 哈罗德分别给三个单位 送去了简历 美国旅业公司 菲多利 和一家美国国营事业单位 中央情报局 是的 中央情报局 也是有设招的 虽然像中情局 摩萨德这种机构 听起来都狂拽酷炫 牛的不行 但对于这些情报机构中的 绝大多数成员来说 其实也只不过是一份工作而已 人事招聘财务行政 神迹报销 办公室政治 普通单位有的问题 他们一样不少 中情局虽然是个有编的 事业单位 但基本还是企业化运行 他们缺人也是要设招的 哈罗德的运气相当好 因为在三家单位中 只有中情局对他感兴趣 而如果哈罗德的求职 哪怕早上一年 他就肯定会因为 失业加利顿了 因为哈罗德下岗时 正至1979年末 此时还是卡特主政时期 卡特在国际上 主打的是忍耐外交 主张忍耐与宽容 基于这个原则 卡特时代的中情局 预算被一砍再砍 人员编制不断缩减 此时如果哈罗德去求职 就算中情局看上他了 也没有害抗 但1980年则不同了 80年美国大选 卡特以创一路的劣势 输给了里根 成为了美国历史上 输得最惨的现任总统 而里根上台 必然会扩编中情局 因此 有恃无恐的中情局高层 决定大扩招 而哈罗德就赶上了这一波 1980年末 哈罗德正式入职中情局 在两年的培训后 他被派往菲律宾马尼拉工作 离开军队后 哈罗德和妻子的关系 恢复了稳定 俩人生下一人一女 一切都开始重回正规 应该说 哈罗德赶上了一个好地方 看过我们菲律宾系列的朋友 应该还有印象 80年代的菲律宾 那可是一片 不不生机万物警发的热土 两袖清风的马克思总统 引来了全国不满 从街头打标语 到军队刷火箭 各路人马 纷纷在菲律宾表达意见 此时 正是哈罗德大展宏图的时刻 因为水平极高 咒服夜出 因此被称为蝙蝠侠 而这样的工作 就让他难免接收到一些同行 克格勃 在很多人的想象里 中情局和克格勃 一定是见面就掏刀子 逢敌必战的死敌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尤其对两方的中下层人员来说 我说过 无论情报机构的逼格有多高 说穿了 其实也就是一份工作而已 我又不是安多罗伯夫杜勒斯 对工作的贵手感 真没那么强 因此 两大情报机构的普通人员之间的关系 真没有那么差 由于双方都是以外交官的身份活动 而且还都是同行 因此 见面后不仅不会掏刀子 反而请客聚会才是常态 混个脸熟也没坏处 在马尼拉街头 哈罗德就不止一次的见到苏联同行 和自己一样在跑业务 双方相识一笑就各忙各的 打工嘛 混饭吃 大家都是讨生活 几百块的工资玩什么命啊 在这种和平之下 哈罗德还经常和苏联外交官聚会喝酒 这种喝酒 一方面是为了联络感情 第二也是为了寻找对方的弱点 在一团和系中发掘对方的突破狗能 1984年 哈罗德家的老三出生了 然而 小儿子才几个月 哈罗德就被调走 他被调去了泰国 执行一项真正的绝密工作 干预越检战争 由于密集够高 哈罗德只能单独前往泰国 而且 工作内容完全不能跟家人透露 然后 他老婆又怀疑他出轨了 在妻子劳劳看来 哈罗德只身前往海外 问起干什么就语言不详 这绝对是出轨的良机 1987年 他带着孩子前往哈罗德在曼谷的住所 发现那里干净的不行 说 这是哪个女人给你收拾的 哈罗德说 你这不扯吧 这连一根头发丝都没有 哪有女人呢 劳拉沉默了一会儿 说 这是哪个秃头女人给你收拾的 认定丈夫出轨的劳拉 把哈罗德挠了个满脸刮话 哈罗德根本无法解释 因为他的任何工作内容都是绝密 被折腾到鸡飞狗套的哈罗德 只能请求组织给自己换一份工作 我再干这种绝密工作 我老婆就跟我离婚了 中情局也算仗义 他们把哈罗德调到了东京 遗憾的是 到了东京的劳拉 依然怀疑哈罗德勾的日本女人 双方的矛盾并没有缓解 由于害怕回家 哈罗德经常在大使馆里 加班到深夜 这更加重了妻子的怀疑 在东京两年以后 哈罗德的家庭已经濒临崩溃 不过 他自己倒是因为经常加班 而被中情局表扬了 由于感觉哈罗德工作上心 加班卖力 1990年 哈罗德高升了 这次他真的去了一个重要岗位 中情局驻罗马尼亚 布加勒斯特站站长 在棱战中 布加勒斯特是东西方间谍 交手最激烈的地方之一 是绝对的重点地区 哈罗德调到这里当站长 绝对属于重用 在调动之后 劳拉也来到了布加勒斯特 哈罗德在这里工作极其繁忙 每天早出晚归 已经被整出心灵影的哈罗德 经常给妻子打预防针 比如吃饭时突然就冒出一句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真的没有外遇等等 然而在罗马尼亚 哈罗德虽然依然没有外遇 但这一次却变成劳拉有外遇了 也许是由于守活法的生活比较无趣 养宠物的劳拉 勾得上了一个罗马尼亚的兽医 这场孽缘最终被哈罗德发现 暴怒的哈罗德拎着手枪 要去崩的肩服 要不是手下死篮 差点酿成悬案 后院乱到这个程度 哈罗德的工作自然也顺利不了 家庭内战严重影响了哈罗德的工作经历 罗马尼亚大使给了他一个极低的评价 事业爱情两开花的哈罗德终于彻底完蛋 到1992年6月 哈罗德收到了一个不是好消息的好消息 妻子劳拉提出离婚了 从感情上讲 此时的哈罗德自然对劳拉没有任何留恋了 但是 在美国离婚确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美国街头的流浪汉中 离婚破产的男人是其中的重要来源 美国的离婚法律高度偏向女方 在哈罗德的离婚案中 由于劳拉没有正式工作 所以三个孩子的抚养费全部由哈罗德负担 其次 由于劳拉当年作为随军家属没有完成学业 因此哈罗德必须支付劳拉所有的大学教育费用 第三 法官判哈罗德每月支付劳拉700每月生活费 直到劳拉能找到工作养活自己为止 而最重要的是最后一点 夫妻的共同财产被分割了 但共同债务全部由哈罗德承担 总之 离婚后的哈罗德基本就是饭身主人做奴隶了 这一套处置下来 把哈罗德一夜之间从中产干成了赤贫 以次性支付了劳拉上万美元后 他又要负担起三个孩子的生活费和房贷车贷 这次是真的要被可持续性的节奏而语了 更可怕的是 由于这一系列的遭乱事上级判断 混乱的家庭已经让哈罗德无法担任重要岗位 把他调到了马来西亚当副站长 之后又干脆调到了皮尔里营地当讲师 皮尔里营地外号农场 专门负责培养新特工 能被调到这里 基本职业生涯就宣布结束了 而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 不要给一个特工不断地暴击 因为暴击之下 他有可能会走上未曾设想的道路 经历过离婚后 哈罗德也进行了反思 他意识到自己过去这些年 对妻子和孩子的亏欠 调到了马来西亚后 他开始全身心地培养孩子 每天下班就回家监督孩子写作业 带他们进行体育运动等等 为了孩子的感受 他也终身没有再婚 其实对于哈罗德 中情局还是厚道的 虽然他们剥夺了哈罗德的权利 但在把他发配到农场后 还是答应给他7.3万美元的最高薪酬 但对于离婚的哈罗德来说 这根本不够 1994年春天 在马来西亚的哈罗德 准备执行在亚洲的最后一项任务 之后他就要调到国内当讲师了 最后一项任务在吉隆坡 中情局授权他 与俄罗斯外国情报局高级官员 尤里·弗拉索夫面谈 考虑能不能把尤里 收买到自己这边来 尤里是哈罗德在菲律宾的老乡时 政治苏联解体的当口 一成二白的克格勃 投胖过来的人非常多 中情局认为 尤里肯定也是潜在要便捷的失忆者 1994年6月17日的黄昏 哈罗德跟尤里会面 两个间谍像朋友一样闲聊 聊着聊着俩人都颓了 头发花白的尤里 感叹自己人生的不幸 效忠一生的国家灰飞烟灭 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重新开始 哈罗德也找到了倾诉对象 他告诉尤里 自己好不到哪去 马来西亚的任期即将结束 自己的事业也到此为止了 回国后还有无数的债务 和安置孩子巨大花费 在等待着自己 虽然我是来收买你 但其实我的境遇比你还惨 唉 不知道是深思熟虑 还是临时起义 总之在沉默了一会儿后 本来是来收买别人的哈罗德 抬头对尤里说了一句话 我需要两万五千美元 尤里愣了一下然后说 这应该不是问题 但你确定要走这条路吗 哈罗德说 我已经无路可走 我的事也毁了 我的家庭也毁了 我不能让孩子们 跟我一起毁掉 尤里震惊了 他其实从来都没想过要辩解 这次与哈罗德的接触 只是日常的互相套词而已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这一次套词 均然有意外收获 他十分好奇地对哈罗德说 你他妈究竟干了啥错事啊 刺查美国总统了 还是偷喝尿尖样本了 哈罗德实在无力解释太多了 反正就是一句话 你们给我钱 我给你们提供我力所能及的东西 也投额了 对于这起意外收获 尤里表示 花钱肯定没问题 科科博虽然垮了 但俄罗斯这个摊子还直呼着呢 对于送上门的情报员 我们不可能拒绝 但你能给我们提供啥呢 既然你已经去培训新人了 那就给我们学员名单吧 就这样 一起鬼使神差叛变完成了 两个礼拜后 俩人再次碰头 尤里给哈罗德 哈罗德带了25000美元的现金 同时告诉他 莫斯科那边还有75000 你可以随时支配 汇入给你指定的账户 如果你尸首被抓了 这钱也给你留着 只要你有命出来 钱依然是你的 看到这里可能有朋友好奇 为啥不把钱存瑞士银行之类的 因为瑞士银行的保密性 其实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高 对于众群局科科博的手段来说 搞清哪些人在瑞士有存款并不难 尤里的做法是最保险的 哈罗德对此非常感激 聊完钱的事儿 就得聊聊技术问题了 尤里严肃地问哈罗德 中情局定期的谎言测试 你能通过吗 我们在这方面可是很有心得的 哈罗德不屑地表示 大家都是老特工了 你能有啥特长 尤里说 你还记得维塔利有点清歌吗 甭管他是不是真的叛逃 你想不想知道 他是如何通过测谎机的呢 经过几次反测谎的培训后 1994年7月 哈罗德起程会国 开始了教官生涯 与此同时 1994、95、96 三届中情局学员名单 被他送到了俄国 21世纪初所有的中情局新任特工 全都在莫斯科挂上了号 曾经吃胆中心的老美国 振华旗哈罗德 就这样走上了便捷之路 其实从便捷那天起 哈罗德就知道 自己早晚被逮住 苏联都无法保全自己所有的卧地 到处是叛途的俄罗斯更不行 他求的只是自己能多挺几年 现在小儿子纳塞尼尔都已经10岁了 只要挺到他成年 自己被抓进去也无所谓了 事实上 哈罗德的猜测是正确的 1994年8月 他的情报刚送到莫斯科 9月份美国就知道了 中情局又出新内鬼了 俄罗斯外国情报局那里 新收了个代号叫黑洞的卧底 但无法确定身份 也不知道泄露了什么 既然有叛徒 那就得筛 正好当年5月 克林顿签署了新法案 授权由FBI和中情局 互相主导对方的内部审查 这种行业内卷的机会 大家自然不会错过 因此 一听说这边有叛徒 FBI就兴冲冲的过来搞内审了 首先是财务问题 FBI开始全面审查 每一个成员的财务 不过 老特工哈罗德 深爱如何洗钱 消费全用现金 银行存款不超过300美元 就连信用卡 都不会一次性还清 不过 有一个事情 引起了FBI的注意 为了应付离婚官司 哈罗德曾经一次性 把1.2万美元 汇到了前妻的账户上 FBI很快追查到了这笔钱 要求哈罗德 提供其合法的来源证明 哈罗德早有准备 表示这些钱 是自己卖的房产艺术品所得 并提供了伪造的出售记录 靠着这些记录 FBI确实无法给哈罗德定罪 但无法定罪并不代表不怀疑 因此 针对哈罗德的调查小组 很快成立 第一招就是测谎仪 此时哈罗德已经知道 FBI盯上了自己 但他一点也不怕 所谓测谎仪 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应付的手段多了去了 比如可以把手心图腊 来防止出汗 用收缩固域机 抑制心跳 提前服用针定剂 稳定情绪等等 但哈罗德的手段 比这些常规的手段还要高 哈罗德没有控制 自己的生理特征 来表示自己没有撒谎 反而挑选了一些 无关紧要的问题 故意表现出撒谎的特征 心率提高 呼吸急速等等 只不过 他靠的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 联想一些 哨而不移的画面等等 靠着这些手段 哈罗德把测谎结果 搞得一团乱麻 FBI也抓不住他的把柄 与此同时 更多的美国情报 被送往俄国 包括美国对车臣地区的行动 美国的反恐进度等等 为了避免暴露 哈罗德不断升级 自己的街头方式 他把一些情报 转化为一些极难的文字 比如中文或者马来语 然后再进行加密 在公共场所 发送到指定的邮箱里 除此之外 哈罗德还设计了一套 相当符合他身份的 在线沟通方法 作为一个老光棍 他注册了一个叫尤金的ID 在聊天室和BBS上 到处骚扰女性 一段时间后 他也跟一个叫南希的女人 成为了知己 这事儿他的同事 和孩子们都知道 成为了有趣的小八卦 公开网链以后 哈罗德购买了笔记本电脑 时常抱着电脑傻笑 FBI全程监控了 他的网链聊天记录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反而有一个年轻探员 从中学会了恋爱技巧 自己也跟着找了个女朋友 其实 哈罗德设计的这一套方法 非常高明 他通过固定的规则 利用聊天的首字母 来展示情报藏在了哪里 如果没人提醒的话 打死也看不透这点 可惜贝坦尼的年代 没有互联网 不然何须设计 那么复杂的街头方式 虽然哈罗德的保密工作 做得很好 但1995年3月 他还是引起了注意 原因是 中情局在俄罗斯的卧底 截获了哈罗德传送的情报 其中一份车臣的情报 将消息源导向了哈罗德 FBI开始加大 对哈罗德的监控力度 可是这个过程 让他们极为痛苦 作为资深特工 哈罗德的反戒谍手段 实在太丰富了 FBI想要在他的办公室里 在哈罗德隔壁的房子里 监听哈罗德的家 几个月下来 发现除了生活对话外 没有任何异常 以借车的名义 搜索哈罗德的汽车 结果一无所获 好不容易发现 哈罗德订了去新加坡的机票 FBI立刻派人接历史跟踪 结果一圈跟下来 发现哈罗德单纯就是带孩子去度假 追吐了都没发现任何异常 折腾到了1996年 虽然FBI调查所坚信 哈罗德一定有问题 但奈何实在抓不到他一点把柄 底层的探员叫苦连天 大家不明白 坚持这种工作有什么价值 然而 1996年11月16日 这场猫鼠游戏终于画上了句号 那天 哈罗德在华盛顿机场准备乘机 还没来得及检票 就被FBI逮捕 探员们从他身上 搜到了胶卷和电脑软盘 哈罗德叹息一声 你们找到解密的方法了 关于FBI最终是如何确定哈罗德的 原因始终是个谜 也许是超级黑客的功劳 也许是美国在俄罗斯的卧底 总之 在判卖了两年之后 哈罗德终于被捕 哈罗德很干脆地承认了自己的辩解 他只有一个要求 希望追赃的时候 能够手下留情 给孩子们留一点钱 我小儿子才12岁 我得管他们 对于这样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的叛国者 他的要求当然被拒绝 1997年6月 法院裁定 哈罗德收受俄罗斯外国情报局30万美元的贿赂 出卖大量绝密情报 判处23年7个月监禁 并没收全部非华所得 所有的房 车 村款和孩子们的教育基金通通被没收 这个一心为孩子谋过未来的叛徒父亲 最终输掉了他们的未来 庭审结束后 哈罗德保持了冷静 他表示 自己不会向以前的同事们道歉 因为他们肯定不会原谅自己 但他要向三个孩子道歉 我不是个好父亲 没能给你们树立榜样 但讽刺的是 对于他曾经无比忠于的美国 他没有任何歉意 他还是故意在镜头前 穿着一件张扬的T恤 上面印着 正如哈罗德预料的一样 他被捕后 他的孩子们竟于一落千丈 前妻劳拉早已再婚 对于这三个脱油瓶 劳拉的老公没有什么好感 劳拉曾经送给小儿子 纳塞尼尔一辆二手车 而继父居然认为 这是卖给纳塞尼尔的车 要纳塞尼尔付钱 因此俩人经常发生争吵 更过分的是 在每一次争吵中 劳拉都偏向于丈夫 哈罗德的小儿子 纳塞尼尔在去当兵出发时 母亲对他说 也许你不回来会更好 2004年 在一次跳踩训练中 纳塞尼尔遭遇了意外 这个孩子落地一时 摔成了重伤 此时他几乎想到了自杀 而在这个关键时刻 监狱里的哈罗德 给儿子打了个电话 哈罗德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他此时的一个电话 拯救了儿子的生命 他在电话里 一如既往地 对儿子表达了关心 让纳塞尼尔绝了自杀的念头 虽然逃得一命 但这次受伤 还是毁了纳塞尼尔的从军之路 他找了一份送货员的差事 一边上大学 一边赚钱糊口 除了小儿子纳塞尼尔外 哈罗德的另外两个孩子 也过得很糟糕 长子因为结婚 欠债2.5万美元 二女儿欠下了5万美元的学生贷款 小儿子纳塞尼尔因为补牙 刷爆了两张信用卡 还要还继父的债 总共也欠下了8000美元 监狱里的哈罗德心机如焚 他一生唯一的目标 就是让孩子过上好生活 而此时却眼看着孩子们水深火热 在考虑了很久后 终于在一次探监时 哈罗德对儿子纳塞尼尔 说出了那句话 儿子 你爹其实还有一笔钱 哈罗德偷偷地说 当年你爹我刀偷天写也挣的钱 怎么可能不留点后路 对于我们这种辩解者 对方都会在本国内留一笔钱 万一将来逃往过去 这笔钱就能启动 这些年来 我虽然从俄罗斯拿了30多万美元 但是在莫斯科 肯定还有一笔数额相等的钱 等着我们去支取 我要你联系他们 把钱拿回来 给你们几个还债 这要冒很大的风险 不过就算事发了 你也不会犯法 已经走投无路的纳塞尼尔 考虑再三后答应了 两周以后 按照父亲的指示 纳塞尼尔走进了 附近的俄罗斯领事馆 然后他就遇到了一个经典难题 如何证明你爹是你爹 此时距离哈罗德被捕 已经过去了七年 我们承认 哈罗德为我们服务过 莫斯科也确实有这么一个账户 但我怎么知道 你不是中情局过来钓鱼的呢 别拿身份证明 我怎么知道这些证明 不是中情局帮你伪造的 举荡的纳塞尼尔 只能再找父亲想办法 哈罗德听完倒是很高兴 他对纳塞尼尔说 儿子 这是尤里德的作剧 他们会联系你的 记住这串字母 见面时给对方 果然 几天以后 纳塞尼尔就接到了电话 电话指引他去了墨西哥 在墨西哥 纳塞尼尔见到了尤里 尤里交给他不少洗钱的知识 并单上给了他一万美元的现金 与此同时 尤里又让他记下了一串字母 回去以后找机会写给哈罗德 就这样 监狱内外又一次建立起了联系 在哈罗德和尤里的帮助下 莫斯科账户的钱陆续被提取出来 三个孩子通过一年多的时间 成功把各自的债务还清了 遗憾的是 2008年底 纳塞尼尔还是遭到了FBI的逮捕 虽然哈罗德没有任何破绽 但俄罗斯方面的美国卧底 得知了双方重新建立沟通的消息 美国人惊讶地发现 已经在监狱里的哈罗德 居然还能够搞事 很快把纳塞尼尔逮捕了 最终哈罗德用自己认罪为代价 换取儿子被免于起诉 2011年1月 哈罗德被判家庆8年 但他认为自己已经成功了 他对刑期毫不在乎 而孩子们都已经还清了债务 在法庭上 满头花白的哈罗德 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法官大人 我这辈子经历过政变 革命战争 被外国恐怖组织 列入过暗杀名单 在东亚被枪手追杀 最终在自己的祖国被囚禁 1996年被捕时 我曾恳求过 给予我的孩子一点点怜悯 给他们留下一些财产 我的钱并不全是叛国所得 但你们没有施舍 我的孩子被扫地出门 长子辍学打工 女儿和幼子常见人间苦难 他们很努力地生活 但作为叛国者之子 他们很难好好生活 大量学生贷款 让他们连房租都拿不出来 那么 我唯一还能想到的办法 就是俄罗斯联邦 现在我知道因为以前的服务 他们愿意帮助我的孩子 我需要对给他们造成的困扰 感到抱歉 我也要对孩子们再次说声抱歉 对不起 但以后应该不会再让你们担心了 虽然破坏力极大 但对于哈罗德的故事 美国官方一直在极力回避 很多人想不通 一个在越南血战丛林 在中京剧九死亦生的爱国者 是如何变成叛国者的 而且哈罗德的背叛 与信仰利益仇恨等 一切宏大的东西都无关 确实这位精英特工 叛国的原因只有一个 他是个父亲 想养活自己的几个孩子 不过 如果命运还对哈罗德 释放了什么善意的话 就是今年八月 哈罗德就会出狱 那使得他真正做到了 恩怨两清 旧债全消 73岁的哈罗德 应该在那时候 就可以摒弃一切 家庭和国家的负担 真正的为自己而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